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积累善行的人家必然给后世子孙带来福泽 积累恶行的人家必然给后世子孙带来祸秧 积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是大实话 凡行善之人必将获得福报 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就拿本朝的杨少师来说 他是贱宁人 祖上几代人都是以百度为生长 每年雨季洪水横流 冲毁防射无数啊 别的船夫都乘机捞取漂流的财物 可杨少师的曾祖和祖父 却只顾抢救溺水的人 乡人们都嘲笑他们愚痴 他们这一辈子啊 不知救过多少人的性命 后来有神人化身为道士 对杨家说 你们的祖父积下很大的阴功 后代子孙命当显贵 神人指点杨家 将祖坟迁至风水及家的一处所在 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剑宁白兔粉 从此 杨家逐渐兴旺 这杨少师若贯登帝 位置三公 皇上还加封他的祖上三代 同他一样的官位 杨氏后人 尊贵荣贤的有很多 直到现今还有很多贤良的子孙 阿名 Mitgl Divisionider 联系 牠 Georg